看到一个费节节这三分 直播间咱们这个提问的可是太多了 这有个朋友就说了 来看一下他 前一阵子咱们辽宁南兰郭二伦去击比赛 因为查出费节节 相信不少关注体育新闻的朋友 只能大伙排队等着发问 咱们先要一句准话 就是西安这个事 是能引发费节节一个明确原因吗 首先说明一个问题 费节节是什么 费节节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 它在医学上 其实给它定义是很复杂的 分实性 膜不亮影和半实性 也有很多的疾病的种类 大概有八种左右 当然说西安跟费节节 这些代表的疾病的种类相关性是有的 比如说肺癌 这已经被证实了 而且有实验室的和临床的证据在里面 从这方面是有关系的 咱也帮你好那牙字问一句 他家就他爸西安 但是一家三口都查出了费节节 这个是不是说明被破析二手烟也有可能引发肺节节呢 从医生的角度认定它是什么 如果要是考虑肺癌可能性大的话 那二手烟的确它诱发的肺癌的这个几率会更高一点 甚至比一手烟还高 我们做过研究二手烟里边有毒性的物质 比如说尼古丁两倍于一手烟 医药化在五倍 其他的高致癌性的物质五十倍 所以说如果是二手烟的话 跟肺癌的相关性会更高一些 当然肺节节呢 我刚才讲它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 我们要看它是不是有肺癌的可能性 对 你说西烟或者二手烟 让肺节节高发 这个问题不太直接 但是尼古丁是跟肺癌相关性这也是有的 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叫做抗癌宝贝默默 他就问了说肺部节节它是肺癌吗 我查出了肺节节 但是感觉没有什么症状 啥是节节 肺节节是医学上的一个描述 是一个概念 它并不代表疾病的种类 举个例子 我说水果这个名词 我们把它的理解为节节 水果节节 但水果里有什么呢 苹果呀 香蕉 梨呀 梨呀 它是分种类的对吧 所以说水果这两个字可以认为是节节 但它是一大类的 就是多个疾病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肺节节 常见的是良性恶性两个区分 良性有一堆 恶性会有几个情况 所以说如果发现是肺节节的话 还要靠科学的手段去判定它是不是肺癌 肺节节可并不一定代表是肺癌 任何东西 虽然不一定代表与